謝謝 那是不是請下 央行的副總裁 請 喔 央副總裁 我先請問你啊 這個 我們過去央行 很會賺錢 每一年大概平均一千八百億 那時候中央政府 總預算的規模 大概就是一兆九千億左右 大概都10% 那現在政府 不斷的開支票 支出不斷的增加 增加到兩兆 央行有沒有可能 你把你的要角顧的 也增加到兩千億 有沒有可能 明年預算規模超過兩兆喔 按照過去的10% 報告委員 我們長期以來對外匯 資產的管理 我們有一定的準則和標準 那我覺得 我們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 維持一千八百億 未來隨著這個國際整個 殖利率的下跌走低 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這種 要我們再提高這樣子 的確是不太可能 所以一千八已經是極限了 目前來看 應該是我們最大的極限了 哇 你長官要你增加咧 這個不是我個人能夠決定的 因為 你是副總裁啦 我們不能決定 因為我們還有那個理事會 我想基於財務健全的原則 我想我們 我們會 我們會 我先跟你講喔 現在政府選錢這樣子 支票一直開 錢不夠 別的地方找不到錢 他會找你喔 也看起來你是最會下雞蛋的 會金雞蛋的金雞母喔 看起來是這樣子喔 好 我就請問你 現在 你們上一次的總裁提到 說現在 其實世界應該關注 兩隻大灰犀牛 就是護利率的問題 現在全世界 護利率最明顯的是呢 哪個國家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歐盟對不對 你要不要講一件 台灣有沒有可能成為護利率 報告委員 富利率有他的那個 經濟的背景 和需要去刺激經濟 大量的經濟 台灣的整個經濟情況 還是很健全的 台灣比日本好 台灣比歐盟好 所以絕對不會 是不是這個意思 把話文這樣講 可以這樣講嗎 目前我們沒有這樣子的 有面臨這樣子的困擾 所以我們不會採訓這樣子的政策 那你面對脫歐 英國的脫歐 日本的護利率 我們央行怎麼看 脫歐已經脫了三年 可能還會繼續 他還沒有繼續 他還沒過 還沒過 還沒過 所以還在持續 他會對國際金融市場 包括國際的匯市 和他的殖利率 整個金融情勢 會造成衝擊 造成多大的衝擊 我想那個衝擊的效果 已經 已經持續了幾年了 所以大家對新的衝擊 可能不像是剛開始時候 那麼的強烈 那日本的護利率呢 對全世界的經濟影響呢 他也持 負利率也有一陣子 而且在 持續在 在維持他現在的情況 所以大家也熟悉了 這樣子的情況 那可是這樣子的負利率 對我們在資產管理操作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注意到 我們會把我們 比較高的那個 報酬率的資產 從原來的 就是原先這些 沒有負利率的國家 變成負利率的國家的債券 我們會 從那邊轉移出來 所以你最近有賣 日本債券嗎 賣歐元嗎 有沒有 這個我們過去 都一直在做了 一直在賣 就這個意思 是不是 不是一直在賣 一直在賣 就這個意思啊 不是 我們過去都已經 做了資產調整 這樣子 所以你已經調整了 所以 等於說明年的 英國最近 或者到年底 或者到明年 真的脫歐 對你的資產配置 不會影響 我個人的判斷 應該是還好 還好 因為疫情 該賣都賣了 因為我們對英鎊 或者是歐元的資產 我們一直在做調整 而且這個也調整 調整 什麼叫調整 就是減少持有 對嘛 就是賣出嘛 我就講你還不承認 減少不是等於賣出嗎 就這個意思嘛 是不是 講實話 就這個意思 所以 一切 那如果這樣講 你兩千億可以達到嗎 你怎麼會調整 對不對 現在國家需要錢啊 報告委員 我們每年度在編列 下一年度的時候 我們是評估了 未來的經濟金融情況 和我們能夠操作的範圍 所以我想 一千八百億已經是我們 已經上限了 對 是的 再把你炸也 炸不出油了 報告委員 立任的主計長和 立任的院長 都對於我們的 央行對維持這一塊的 穩定性 而且這個穩定有助於整個財政健全的紀律很重要的一塊 好財政紀律 好 你請回 我們請一下財政部的蘇部長 蘇部長 蘇部長 好 稅機不可以被侵蝕 我們都跟你鼓掌 有專業 的堅持 可是結果年終 現在已經快年底了 結帳 哇 減這個稅 減那個稅 減這個稅 你已經變成大大大大大大的的 減稅部長啊 剛才還有委員誇理 減稅部長 減得很好 這個好那個好 欸 你會不會覺得 差這麼多 before after 差這麼多 跟委員報告 我上台的時候 我是說我們整體的稅計還是要通盤的考量 現在有增加嗎 稅計有增加嗎 這個 當然 沒有啊 是減少啊 整個所得稅資的優化 整個的配套都是 我們 這個你另外講話 我看結果啊 我跟委員報告 請問你 請問你 到現在為止總共減稅多少 我們除了這個 總共減稅多少 你告訴我 我們增加了這個 減稅多少 告訴我 從百分之十七 增加到百分之二 全部加起來 然後也取消了 也取消了這個 所謂的兩稅合一的這個 減半扩除 我敢回答你 你到底的減稅部長 來 我們在看 我們看到現在 三個月期間政府就開出去 兩千多億的支票 這個到底的違反財政紀律啊 結果 蘇部長點點點 因為你的長官 蘇貞昌蘇院長 現在積極的介入選戰 逢寒必反 逢寒必打 這個很當然是韓國瑜啊 高鐵難以就是最到底的一個政策 是到底外面批評要死 政策買票 也沒有評估 違反計算法 違反財政紀律法 請問有沒有違反財政紀律法 跟委員報告喔 這個是只是這個 一個一個政策上的 但是未來的評估 還是要經過交通部 還有國華會這邊的這個動作評估 請你讀一讀預算法喔 重大建設要先做評估才可以定案喔 怎麼沒有做重大評估就把它定案 拿你們全部買單 對不對 財政部長根本還沒有肩膀 來 已經有超過五千個人在網路上 提出反對 成案 按照國華會 定的這個規矩 你們在十二月初 要回應 你要不要先回應一下 你要不要先回應 委員所指的是 高鐵難以啊 高鐵難以 五千個網路的人分隊啊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高鐵難以基本上除了要 就是在財務上面以外 另外要考慮到整體的這個 所謂的 這個區域 區域金融發展的問題 那樣的全國都來就好啊 如果照你這樣可以講得通 說這個高鐵 要請回應整個那個的話 啊這樣子我們的 全台灣通通高鐵化啦 最好是這樣 這個部分當然這個 這個不是我主管 但是整體的這個所謂的 區域金融發展的問題 還是要考量啦 那你是財政機率的啊 當初 比如說當初高鐵興建的時候 也是有些人反對啊 但是現在 目前為止 他的營運都非常好啊 對不起 對不起 高鐵是虧錢的 要不是政策工具 給他 折救期間加長 利率降低 財務改善計畫以後 財務改善計畫以後 高鐵是政府拿錢補貼的 把這個講清楚 高鐵本身不會賺錢 對不對 是政府來補貼的 他如果沒有通過修法 讓他的折救的年限提高 讓他的利率降低 怎麼可能 有賺錢 很清楚的 來 我就問你一件事情 既然這麼多爭議 你敢不敢接受挑戰 民間組團 我們立委組都可以 跟你辯論 高鐵跟財政紀律 你敢不敢 跟委員報告 高鐵的興建 並不是財政部的這個 那你財政紀律是你管的啊 財政紀律還有啊 還有主席總處跟 當然財政部的事 一起來 一起來你們組的隊 但是跟委員報告 這個整體的這個興建計畫 還是要看整體的國家 國土規劃跟這個 整個綜合區域發展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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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麼聽不懂啦 簡單來講說你不敢變啊 外面質疑聲音這麼大 學界質疑 地方人士質疑 是不是 這個變成一個 茫長線 線是那個茫長 要Apentex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質疑 委員我可以這樣講 結果你們 你們躲起來 因為你們自證 委員 貴黨的委員也認為 沒有經過高雄市 其實不對的 那 那 所以來變啊 大家來變啊 這樣講法 這樣講法 就就就就跟 你 跟我提出的質疑 就有一點問題啦 好 你們貴黨的委員認為 要經過高雄市區啊 可是跟經過高雄市區 要一千多億啊 是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 對 那個經會 大家來變 那是其中一個 人家另外一個更不要 直接用高鐵演就可以了 或者增加台鐵的班次也可以 對不對 為什麼花五百多億 這是每一個媒體都在罵的 學子都在罵 好 最後一個 我時間沒有人來 請問你啊 我們現在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列的 全台有四百二十八件被列管的 閒置設施 到現在 已經活化結案的三百多件 剩下六十五件 沒有 金額兩百多億 為了活化 請問政府還要不要投錢進去 問你這個 這個部分當然有一部分涉及到地方政府 也有中央政府的部分 那中央政府的主管機關 因為這是各部會 他主管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在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要各部會去 本意牽涉他去處理 部長 我今天對你的回答是瘋的 我還一直要問你就是 因為政府還在投錢活化 那活 牽涉到財政紀律 財政紀律 財政紀律 我給你強調是這個 投化有很多種方式 可以說OT OT OT就叫出錢 ROT 政府出錢 OT不一定是政府出錢 ROT 他在那邊 詮釋著他透過ROT 民間廠商出資來營運 那也是可以減薪政府的負擔 這個也不是不行 我今天沒有時間問 現在BOT的案子一直 做到一半被cancel掉 做到一半被cancel掉 這個紀錄是非常糟的 對不對 目前的情況還好 目前的情況還好 蘇部長 你不要選舉到了 就跟你原來的蘇建宏不一樣 你要始終如一 跟委員報告 我還是始終如一 我還是始終如一 不要增加稅機 變成一個潛稅部長 變成一個花錢部長 沒有辦法 我們也有提高稅率 我們也有提高稅率 我們來辯論 來辯論 謝謝 謝謝委員